这里是广西南宁 前面这一条间就是南宁的母亲河庸间了 今天来这里主要带大家去看一个在过去被成为南宁最不吉利的地方 就是前面这一大片了 这里为什么是南宁最不吉利的地方呢 我等一下再解释吧 可以看到现在这里变成了一个公园了 而且还可以看到这附近南宁的城建 也是挺繁华的 很多高楼大厦 而且还看到街上停了不少游艇 这些游艇都是驾急不飞的 而且还可以看到有很多码头 这里应该是一个游艇俱乐部 还有前面这几栋楼是南宁的第一豪宅 凯旋一号 就可以看得出来现在这个地方已经变成南宁的一个富人区了 一个现游进这么繁华的地方 在过去为什么是南宁最不吉利的地方呢 我现在就来简单的说一下 这个地方在过去有一个别名叫做母猪湾 那又为何称为是母猪湾呢 对于这个地方为什么称为母猪湾 在网上也有几种说法吧 说法一 说这个尖湾像一个猪肚 引起得名母猪湾 慢慢看的话 还真的是有几分相似啊 说法二 说这个尖湾在以前的话 是用来丢洗猪的 还有一个更离谱的说法 从说这里有一个母猪精带着一般猪仔在这里行风作浪 还有一些其他的说法吧 但是对于这里为什么称为母猪湾 已经无从考究了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证实的 在过去从上游漂流下来的一些洗猪或者是逆玩者的溪体 都会堆积在这里 而好东西的话还没有漂流到这里 就被上游的人打捞完了 所以南宁本地人就觉得好东西留不到母猪湾 因此就觉得这个地方不吉利 但是随着南宁城市的发展 曾经这个让人嫌弃的母猪湾 早已变成了现在令人羡慕的富人湾了 如今这附近的房价 也是南宁升级最快的一个区域来的 好了 这里就是在过去被誉为南宁最不吉利的地方了 大家看完其后有什么嫌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那今期视频就排到这 我们上期见 拜拜